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什么就执着什么 就是磕头是要磕的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观修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说的 你发菩提心是最重要的 像他自己后面也提到 真正发了菩提心 有了好的处理心和菩提心 还有空心会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磕头也可以 不磕头 你干别的事观修也可以 其实观修是更重要的 佛陀的教法里面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有空心的智慧 能够打坐观修 比做任何事情的功德都大 但是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 观修不起来 或者菩提心也发不起来 那你就去做磕头 或者空班杂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你的机制心脏不够 那师傅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们是跟他不一样 估计这个居士在家上班了 我们在这里基本上都是职业修行的 就是从早到晚都在修行 我们不需要这样 闻思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一天拿一点时间出来磕磕头也好 就是看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昏沉 散乱 或者是懈怠 那你就磕头 坐那里浪费时间 那你还不如磕头 那你昏沉坐那里 昏沉就起来就磕头去了 我洗洗脸磕磕头 磕完再去打坐 你看这样的话 这时间就不浪费掉了 或者是你烦恼很重 那你就去好好归的佛宣先忏悔 先把这个罪看清楚 忏清楚 就是到底自己错在哪里 一定要忏清楚了 然后再磕磕头 磕头也不一定要磕得满身大汗 就是关键是你磕那个质量 这种重要 磕一个就是有一个的质量 要把这个最忏清楚的再磕 想清楚了自己错在哪里 忏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再磕头 磕头的保证质量 有些很多刚学佛法的 特别是学藏密的人 他们的这个头磕得很猛 原因是什么呢 有好多的原因 一个是他们的师父可能不太懂汉语 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讲教理 那他又拜了他做师父 那师父就说 你们学五家行 自己磕头 磕头的话总是有好处的 磕了磕了 然后自己也自己看看书 那有很多就不懂 就光知道修这些 供满达这些磕头的 然后没有去学习教理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效果很不好 效果很差 我们不赞同这样的修法 那我们还是要按照佛头当年的教法这样子 闻思修路 磕头只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 只要有罪 忏悔了 完了以后 一定要就磕几个头 你磕三个五个 四个二十个都行 然后呢 你昏诚的时候磕头 或者懈怠的时候磕头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就自己主动的到佛前去磕几个头 所以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好好地修菩提心和空信会 如果你真的菩提心修得特别好的时候 再去磕头呢 效果就非常好 就像他后来慢慢的 他有一点菩提心在修法了 是吧 直到观想了 带着众生一起磕头了 特别是冤亲在主 你磕头的时候呢 带着他们磕 观想他们 然后给他们做回向 然后呢 他们就会受益 从这里也可以想到 就是我们修其他的任何法 都要给这些 所有的众生 特别是你生生世世的父母 所有的众生 其实都是我做过我们的父母的 是吧 就是这是换个不同的角度 说这个 是孺母有情 或者说冤亲在主 我其实都是一个意识 只是换了个角度说而已 隆会有情就是冤亲在主 你甚至历代 无始以来的 这个 跟你有缘的众生 你又修任何法都要记住 为他们成佛而修 就是给他们做回向 这样的话 就是不为自己 就是为 一心为众生 就是为众生而修 没有任何 因为我们要破我之 你破了我 关羞无我的时候 你关久了以后 你自然就不会为自己做回向 因为没有我 也不存在为自己做回向的问题 你只要给众生做回向 你自己的夜席自然就没有了 不需要给自己做回向 你破了我之 就没有我了 不需要再给自己做回向 这样的话 境界就高得多了 修法那个 境界就不一样 得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一个级别的 因为有些很多 学正常活教的人 不懂教理 那天天使课 那也是不赞同这样的修法 不懂教理 使课的 蛮修瞎恋 那也不行 听到课头这么好 就起了一种贪心来磕头 那是不对的 磕头不能起贪心 掌握上去 齐悲 到 闺 变 课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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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